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周深的音乐犹如是一种艺术 让人忍不住就会淘醉其中 不管优美的还是高昂激烈的 都能够轻易打动人心 当初一曲大于惊艳世人火爆全网 从此有更多的人记住了周深这个名字 上次小编写了他的治愈系的歌曲幸福礼 周深的好听歌曲还是有很多很多的 每一首都是极品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深深的那首 再次惊艳众人的细腔歌曲云上雨衣曲 两年前呢 腾讯出了一款可以多世界穿越的3D恋爱换装手游 游戏呢为玩家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换装玩法 可以自定义的去捏脸体型 也可以高级的定制服装 还有浪漫纯情的命运之子养成等等 游戏风格美轮美奂 这款叫做云上雨衣的游戏 一上线就俘获了不少女孩子的风心 小编当初呢也是跟风入坑玩过好久哦 周深的这首云上雨衣曲 便是为这款游戏首发而出的主题曲 歌曲的风格呢也跟游戏一般充满了兴气感 这种感觉恐怕也会只有周深才能演绎出来了 尤其是到了后面的高潮处还有两句话是用戏腔的唱法来演绎的 一下子将整个歌曲的调往上提了好几个高度 周深的这个宝藏呢还有什么是他不会的呢 周深灵动的歌声配上仙气满满的古风歌词 听起来呢仿佛是一个童话故事 随着音乐走入了一个美伦美奂的梦幻仙境 这仙境里边有鲜艳的故事 有动人的思念和爱恋 歌里面描绘了游戏当中精美的场景 开头就将人带入到了一个如水墨般优美的山林仙境 穿越九重天是作为主角的玩家穿越于各个世界之间 故事鲜艳而缘分太浅 每次穿越所经历的都是鲜火的故事和人物 但我终究不属于这个世界 与这个世界中的所谓的命运之子 只不过是一场浅浅的缘分 这有点像寻找前世之旅 女主穿越于各个时间朝代 每次都会遇到一个亲信于她的男子 但是缘分终究还是太浅 正所谓情深缘浅 女主不属于那个时间那个地点 任务完成之后终究是要回到属于自己的那个世界 我的爱恋竟如此的明显 我不停的默念 想牢记你的容颜 故事鲜艳而你我却渐远 这一段十分哀怨地诉说了 每一位命运之子和我相遇相知之后的心路历程 听来不禁让人觉得深觉哀伤 感叹这对于命运之子来说实在是有些残忍了 你自人山人海当中向我走来 惊喜一般波涛之后却要离去 落叶飘于水面 水面怎能无痕 难过不舍却也不能不放你走 只求来世相见 故事到这里结束 真是一曲哀伤惆怅 一首歌叫一声事 人生五常 自身此刻的缘分太险 或许只是味道凉尘 话说不定将来的某个回头 心心念念的就等在灯火阑珊处 另外由于10月31号晚上 湖南卫视举办了双十一开幕大典 这一周的快乐大北营就延期了 于是小编和粉红粉丝 想要看到周深还得等一星期 不过在30号晚 周深也将登上江苏卫视举办的晚会 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呢 说起来呢周深也算是第N次登上江苏卫视的晚会了 在之前呢也是留下了几首很好听的作品 而且还和把他记在小本子上的龚琳娜老师合作了 不过可惜的是两个人是分开录的 后来呢周深就和腾哥老师现场合作了 周深可是模仿了腾哥老师很多回了 所以呢不是独抱 是时候未到 谁要周深呢 在出道之前没有给未来的自己留一点偶像包袱呢 不过啊周深近几年呢也是风格百变的 人们对于他的认知不再局限于抒情歌曲 可以唱快歌和rap 也可以以歌特和扰滚 小编在看到舞台上面有两个周深的时候 第一反应不是惊讶 是周深原来真的存在吗 不过后来呢知道是分别录好的以后 很多人呢也是挺感慨的 周深啊终于能够给自己和声了 钢琴家和歌手的神仙舞台 这一次的晚会 周深也是将钢琴大师朗朗合作 朗朗和妻子吉娜结婚以后 在各大的晚会上面也是成双成对的 四手联谈 小编之前看到他们和方锦龙父子 中心合璧的时候 觉得这个搭配是真的美妙了 不过呢小编还是更喜欢方锦龙老师 谈的那一段琵琶 自带红楼梦的绿景听的是人心弦正颤的 作为响于世界的钢琴大师 很多人对朗朗的印象和认知 可能都是比较高大上的 金色殿堂高雅音乐 就跟小编看到的前两季的《摄人心》一样 直到他参加了《青车华游记》 小编和很多人一样 才认识到了钢琴大师的光环之下 朗朗也有很多居家的一面 而且戴眼镜的时候眼睛还很大 在《青车华游记》的第二季 这一季的五位原班人马 可以说是很经典了 负责控厂和搞笑担当的贾玲和杨迪 负责耍帅和颜值担当的大白鹅范晨晨 还有音乐担当的周深和朗朗 这五位在小编看来 都是这个节目里边的灵魂人物了 所以《青车华游记》 关上了第三季之后 很多人也是非常开心的 不过在这里边 小编还是最期待周深和杨迪了 这对波斯猫双帽 他也在节目里边也是很默契了 周深本身情商高 性格好 虽然人缘也好 可能也是因为小小指板很好跨 可是唱歌的时候 又能够爆发出很大的力量 可以说是钢铁百零鸟了 而且在很多节目上 都能够受到众人的喜爱 这样的结果也是周深 一步一个脚印 踏踏实实走上来的 所以能够成为周深的粉丝 真的是又骄傲又神心了 其实算起来 周深和朗朗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 无论是青春海游戏里外的 幽灵公主 还是明日之子的星期列车 幽灵公主周围 没有歌词的纯音乐 演唱的难度还是很大的 不过周深还是带给了大家 许个惊喜 朗朗的演奏 周深的嗓音 都能够让人信用到迷醉和共情 这一次也不知道会是怎样的 一个回收天灵盖的奇茅夜晚 不过小编也希望 周深和朗朗能够在不久的将来 去到更大的舞台合作 让更多人都欣赏到 他们的神仙舞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他们会合作什么曲目呢 此外 新手驾到这档栏目 真的是太好看了 这是一档学车类的综艺节目 看这档综艺节目 有很多穷的好处 既能够看到喜欢的眉心 在这档节目中 带给我们出色的喜剧效果 更能够寓教娱乐 通过这档综艺节目 学到很多的架考知识 使用性特别强 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 成为一名合格的驾驶员 因此这档节目 因为特别的贴近生活 所以小编也特别的爱看 通过新手驾到这档综艺节目的 官方微博全是出来的 信息来看 这一期也是特别的好看的 在上一期中 无论是手动打 还是自动打的学员 都成功拿到了驾照 此外呢 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呢 在新手驾到这档栏目当中 也是工程圆满了 在上一期中呢 他们也是用一场 特别别看生命的 技术音乐会 彻底的释放出来 在本期当中 他们各是彻底的释放了自己 学员们来了一个自驾游 今晚呢 内蒙古自驾游新鲜上线了 蓝蓝天空 一万无际草地 洁白的羊群在这里 与大自然来了一个亲密接触 而他们也解锁了新技能 尤其是周深 在这一期当中 化身为优秀的吉卵公 能够和奶羊合作成功吗 周深为什么会现场 做出偶的表情呢 真的是备受期待呀 除了唱歌 学车 周深也会给我们 展示他的另外一方面了 而且在一万无际大草原之上 周深又要开场了 在上一期当中 他给我们带来了一首 真爱的樱花 真的是太好听了 这次不知道 面对此情此景 周深又将带来 如何的好歌曲呢 对于每一位 喜欢的周深的粉丝们 真的是相当期待咯 而其他的学员呢 也是彻底释放天性 策马奔腾 共享白云蓝天 在流连忘返的时光里面 每个人都给我们 展现出了另一面 让我们看到了 他们在草原上面 潇洒帅性的一面 说到学员们 取得如此好的成绩 当然不能够忘记 表扬两位优秀的教练了 那就是手动挡的教练 财哥和自动挡的教练 溜溜哥 尤其是溜溜哥 现场学员们 忍不住说 溜溜哥疯了 也可能是城市里面 压抑的太久了 或者是天天 教练开车太乏味了 这次来到了大草原 尽情的奔跑 彻底的放飞自我 亲自赶洋的他 能够成功吗 还得看完节目 才能够见分享哦 吃瓜不挺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 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